抱乳直播主粉絲超崩潰 小編冒充三辣妹 又15男性交易 炸千萬 以為是和抱乳直播主 談情說愛 沒想到都是小編冒充 還遭騙錢 現在三名直播主 小編 跟幕後藏鏡人 陳姓男子 通通被起訴了 檢警查出法律系畢業的陳俊維 擔任公司直播主部門主管 她先挑選出外型亮眼的直播主 包含娜娜 艾黎跟白白等人 再找小編冒充直播主 和粉絲們互動 談感情 等他們付出真心後 接著冒充直播主的小編 就會開始利用話術 以公司要求業績 違反公司禁愛令會被罰 或是外婆重病等等理由 希望男粉絲出錢幫忙 甚至經紀人會跟粉絲聯繫 表示可以介紹這些直播主 跟他們共進燭光晚餐 甚至性交易 把男粉絲騙得團團轉 光是2019年就有15人受害掏錢 總共騙到將近千萬元 陳俊維道案不否認先前做過的事 但變稱沒有詐欺犯意 檢察官調查後 依加重詐欺罪 將陳男跟三名暴乳直播主 還有八名小編一併起訴 動新聞台北報導 新版本揭所 新版本揭所 新版本揭所